大馬路上,黑色轎車被大批員警團團圍住 駕駛來不及反應,車門就被打開 駕駛大喊救命,企圖脫罪 但警方隨後在副駕駛座上 查過一把黑色衝鋒槍即改造手槍 隨後又在後車廂再取出一把改造手槍 28號下午,警方獲報 黃姓嫌犯和民眾發生了行車糾紛 疑似駕駛車上常有槍支 警方調院沿路監視器,鎖定男子行蹤 經過快打部隊前往圍捕 果然在車上收出了毒品、毒品吸食器 還有兩把改造手槍,即一把改造衝鋒槍 火力相當強大 28日清晨,據報 有一部自小客車,攜帶槍線 本分局立即啟動快打部隊,成功攔截圍捕 在車上查獲犯險一名 起貨改造衝鋒槍及手槍共三把 子彈11發,即二級毒品大馬吸食器 全案依法移送基隆地方檢察署偵辦 並持續溯源 重要節日安全維吾工作即將開始 本分局秉持署長、局長的指示 貫徹三打掃黑策略 迅速棄貨知識分子打擊作亂團體的據點 切斷金流源頭 肅清非法槍械及毒品 滑噴溯源淨化治安 究竟槍毒如何購買 警方還要再向上溯源 年關將至 警方維護民眾延節治安 全力掃蕩槍槍毒 不容許違法分子破壞治安 記者黃燒民基隆報導